记者吴生如基隆报道,基隆是一名正姓男子疑似吸食毒品过于亢奋,在家中一周未睡今日中午出现幻听幻觉,在家中打闹。 正母不堪折磨,主动拨电话给警方,请原警协助将孩子送往医院就医,并帮他戒毒。 基隆警方前往现场,协同救护人员先将正男送医,并采尿送咽,厘清正男又无吸食毒品。 正母向警方表示,怀疑孩子有吸食毒品,已经已整个礼拜没有合眼,中午又突然一直喊救命,吓了一大跳,不知道该怎么办,希望警察来帮忙他戒毒。 警方到场后协同救护人员将正男上述带,送往卫生服力部就医,并留院观察,同时也对他采尿纵验,全案交潮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。 据悉,正男无也为生在家啃老,先前因为贩毒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,现在等待执行中,警方在正母的同意下,有前往正男房内搜查,但并没有发现毒品或是吸食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则 订阅 钥匹 请不吝点赞 钥匹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